好 我來跟各位分享另外一個 請問 你們有沒有在用雲端硬碟 有 好 很好 你用哪一家的 Google的 有那個360的 360空間比較大對不對 百度360 好像是 100G還是多少 還是ET 對岸的 Google的標準是不是15G 對不對 我問一下我記得我們 金門大學好像 沒有那個Google代管信箱 有嗎 我們學校有Google代管信箱嗎 搭和以後為什麼要搭和以後 因為如果有的話 你的空間是多大知道嗎 對啊無限 對啊 所以像 像我的資料 我教學的資料 我都放在雲端硬碟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我這邊它會顯示 就是你用了多少G啊 如果你是標準的 一般的免費的15G 這邊顯示的是什麼 剩下多少啊 KiMoji不一樣 所以如果有的話 其實各位是比較方便 你要分享就比較快 但是呢 我們要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這邊 你既然會用這個雲端硬碟 表示應該有機會 有沒有檔案要分享給別人 有對不對 那我問一下 你 如果不管是用Email 或者是 我們常會有收到一種信就是 比如說我寄一封信給你 然後呢 有夾了一個附件 結果 這一封看完之後 後面又來一封 說 很抱歉 剛剛前面那一封 附件是錯的 以這一封為準 然後呢 過沒多久 又來一封 說很抱歉 前面兩封是錯的 以這一封為準 那可能隔沒幾天又來一封 修正一下 前面版本不要理他 這個是最新版本 有沒有可能這種情形 那如果你是發雲端硬碟的 也是一樣 有些同學說 抱歉 我 貼在FB 或LINE給你的 前面那個 網址是錯的 我新的這個才是對的 也會有這種情形對不對 那我問一下 有沒有可能有人有漏死掉 他是不是會下載到舊版本 那到底這個雲端硬碟 版本的管理你要怎麼管理 事實上 Google的雲端硬碟很方便 你看這裡 這就是我們要管的 Google的雲端硬碟可以管兩個 一種叫Google文件 你用Google文件是最方便 因為他所有歷程都在 但是如果你分享給別人的是 沒有轉成Google文件的 或是一般的檔案 一般的檔案 比如說有同學也許有CAD 對不對 或者是其他科學檔案 那種一般性的檔案 也有檔案版 那個版本管理的功能 所以呢 我給你看一下 來 在這邊 你看喔 我在這邊 一般我們都知道 你如果要跟人家分享的時候 假設我在這裡 我分享這個 你會按右鍵 是不是要取得 檔案共用連結就好了 這樣就寄給別人了 那如果有新版本 或者是有新的檔案 你是不是會再上傳一次 你的做法應該 大部分都是這樣 可是其實你不要忘記了 這裡有一個功能 你按右鍵的時候 有一個功能叫做管理版本 有看到的嗎 也就是說我的連結不用變 我也不用擔心你下載到舊版本 你只要怎麼樣 給他相同連結 可是呢 我重新上傳一個新版本就好 但是連結是屬於同一個 這樣你也了解了嗎 有沒有了解這個概念呢 你不需要 再怎麼樣 再 上傳一個然後告訴他 我這個才是新的 然後又給他一個取得共用連結 不需要不需要 你就從這邊上傳一個新版本上去就好了 那麼他的那個連結是同一個 那麼等到我找一個我有比較多個的 好這裡你看 我上面就有兩個版本 而且這樣有個好處 萬一你哪一天 發現了 其實舊愛才是最美 你沒有這種錯誤過嗎 上傳了新的 結果才知道原來改錯了 結果舊的才是對的 如果你一般的檔案你是這樣子就完了嘛 你就 可是放在雲端有個好處 你用檔案版本 就是管理版本的方式 我可以隨時回到這個版本 你看來這邊 你可以把它下載 那也可以把這個版本 新版本就直接把它刪掉就好了 你就回到過去 這樣 知道 管理版本的重要性了 管理版本的重要性了 平常大部分大家都想說 反正就 雲端硬碟嘛 就跟隨身碟一樣 就把它放上去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 雲端硬碟還有很多功能 可以用 好那這個是針對就是一般性的檔案 不是那種Google文件型的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你是Google文件型的 最方便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在這邊 因為呢 如果你是 文件型的 不管你是簡報也好 還是那個 這個 我看一下這裡 好 連結裡面使用到的網址 這個是 等於是 Google上面產生的這種Google文件 就像Office Word Excel PowerPoint一樣 只是 它在上面可以直接編輯 那麼你來這邊 檔案裡面 你一定要會 產生 看到 這個 叫做什麼 檔案 查看 修訂版本 紀錄 這個呢 不只是 你一個人 其實 雲端的 這個文件 是可以共同協作的 今天 誰改了 改錯了 我們可以馬上揪出 兇手 是誰 你看一下 這裡 你看我把它進來 裡面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誰 改了哪些東西 有沒有 點到他 因為這個只有改一點點 點到他 點到他 有沒有 有沒有 一開始沒有 然後加上這些 所以如果你想要回到過去 你可以直接還原成這個版本 甚至呢 如果你要很詳細的修訂紀錄 下面還有 哪一個時間點 改變誰做了什麼事情 你看 這個時間點 做了 改變 有沒有他把它 標記起來 所以其實如果 各位你在用這個 雲端硬碟的時候 事實上不要忘記的 這個功能很好用 尤其 比如說各位在討論的時候 對不對 你的那些所謂的 歷程記錄 通通都留在裡面 有需要 去看一下 到底誰改了什麼 哪邊不一樣 他都有幫你標示出來 這樣子對我們 整個完整的 比如說你們討論的過程 思考的這些邏輯 那些方向 通通都會留著 不用擔心說 啊糟糕 我記得剛剛有誰討論過什麼 可是他把它刪掉了 這樣就很可惜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兩種 管理什麼 雲端硬碟上 版本的方法 一個是針對一般性的 一個呢 則是 針對所謂的Google文件 都很好用 都很好用 好 什麼呢 雲端